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传出砍人事件 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 就在民众庆祝建成650周年之际 一名男子突然持刀朝人群发动攻击 至少三人宣告不治 还有另外四人重伤 凶徒在干燃之后已经逃逸 警方目前正全力追捕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发地点是以处事级广场 当时有乐队在进行表演 当地内政部长事发之后 一到现场视察 不过拒绝揣测凶徒砍人的动机 类似的持刀袭击案在德国相当罕见 2021年发生火车持刀袭击案之后 当局就对民众出门携带道具的规定 推动更严格的管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击案之后 使用火车持刀袭击案之后 优优独发生火车持刀袭击案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